有这样一个民族,从出生到离去,这一生陪伴他们最多的,不是父母,也不是孩子,而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海洋,不同于我们生活在陆地上,他们每天除了在水里,还是在水里,甚至为了在水中生活,竟然像进化了一样,器官都和我们不同,因此被称为海上游牧民族,那如此与众不同,到哪一个民族?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活习惯呢?以史为静,可以知星辟,以人为静,可以明德诗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,现在已知的游牧民族其实有很多,比如说公元前一千年出现的蒙古游牧民族,就在国内比较有名,他们会带着生活必需品,赶着牛羊不断迁徙,然而在法国周边地区有一个民族叫做吉普赛人,他们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统领,但是民族文化却得到了繁衍, 所以吉普赛人又被称之为是法国周边的流浪民族,但是蒙古地区和法国周边地区都属于陆地范围,人们其实忘了,在海上也有一些游牧民族,他们没有任何国籍的归属感,但是他们的游牧文化也流传至今,在海上的游牧民族被统称为巴窑族,巴窑族主要活动在东南亚地区, 依附的国家周边有菲律宾,马来西亚之间的海平面上,就像西北少数民族的姑娘,天生就会跳舞的天性一样,巴窑族的孩子们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,似乎就与生俱来了游泳的能力, 1963年,美国民族学者发现,巴窑族人民会在孩子们在出生之后,将新出生的孩子的耳骨膜给刺穿,这样一来,就可以方便孩子们在水里游荡的时候减小水下的压力,在陆地上生活的居民们虽然也会具有游泳的条件,但是和天生就热爱海洋的巴窑族孩子们相比, 游泳能力完全比不上,1982年,巴窑族的孩子们在水下的憋气时间可以长达24分钟,以此冲破了吉尼斯纪录,这样的游泳优势与他们从小就喜欢海洋,和经常自发性的练习憋气训练有关,巴窑族人民的势力比陆地上人民的势力要更好,2003年,英国记者拍摄了关于巴窑族的纪律片,当巴窑族孩子潜入海底30米去捕鱼的时候,会佩戴他们的传统护目镜,然后就可以徒手捕捉鱼类, 就好像是人们需要某一种感官的优化能力,这一感官就会在时间的退役下,慢慢的进化的更具有优势,2008年,美国民族学家发现,巴窑族人民需要在海里生存,并且需要大量的鱼类和海洋物种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,所以在这样的生存需要之下,巴窑族人民的眼睛已经进化到了更高的水平,所以现在有很多人称巴窑族人民的眼睛为深海望远镜, 1985年,美国人类科学家彼得曾经在相关的民族文化论文中提到,巴窑族也许并不是由祖先文明开始,就在海洋上生存,也许是三宝岩半岛附近的农耕文化而演变出来的海上流浪民族,也许是在八世纪左右时,巴窑族祖先们才放弃农耕生活,选择一海生存, 有人说他们是古时候走失护卫队的后代,也有人说他们是从别国逃难来此处,却不被接受,只能被迫生活在水面上,但这些都无法得到证实,毕竟巴窑族没有文字流传下来, 他们中几乎没有人接受过系统的教育,所以无法与别国人进行交流,只有被称为巴窑语的几个简单的词汇和日常的交流的语句, 可供巴窑人内部之间的交流沟通,光是文字也就算了,巴窑族没有信仰,也没有自己文化,他们没有日历,也没有自己的纪元规律, 换句话说,他们不知道现在是几几年,也不知道自己几岁,生下的孩子也没有岁数可言,巴窑族没有学校,医院或是警署, 一切都是在无政府管理之下自己自足罢了,也就是他们孩子出生后不会被教授十次读书, 只要能有着基本生存技能就可以了,而生了病的巴窑族人也无法得到治疗,只能自生自灭,很难想象,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,巴窑族这个群体一直生活近百年,却始终存在,由于没有计划生育, 巴窑族每个妇女都会生育很多个小孩,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,说着咿呀呀的听不懂的语言,围绕在船杆周围玩耍, 但是他们由于普通小孩的一点是,他们天生就不怕水,可以在海里游着泳,也可以在水下憋气很久, 这点是普通人望尘莫及的疾病的影响,人数的减少,由于对巴窑人已知信息太少, 所以至今人们无法深入到巴窑人的族群中探索他们的秘密,最多只能站在岸边记录下他们的生活常态, 据07年对他们的统计表明,巴窑人口约占40万左右,但这一数字正在逐年锐减,由于对巴窑人已知信息太少, 所以至今人们无法深入到巴窑人的族群中探索他们的秘密,最多只能站在岸边记录下他们的生活常态, 据07年对他们的统计表明,巴窑人口约占40万左右,但这一数字正在逐年锐减。 究其原因是,常年捕鱼的巴窑族一患上减压病,这种疾病会使得关节和骨头慢慢坏死,甚至全身剧痛, 而且常年接受阳光曝晒,使他们更容易患上皮肤矮,而巴窑族又缺一少药,一般疾病都会被单个治疗,最终导致不治而亡, 所以一般巴窑人寿命都不是很长,虽说临海各国都不愿意接纳他们,但是最近几年随着巴窑族名声传播开来, 再加上他们的存在对各国临海区域有阻碍,所以很多国家开始放开政策,愿意接收他们, 向印尼政府就不断给他们施压,要求他们船只不可以24小时待在水上, 平日里在岸边搭设吊脚楼居住,到后来索性让巴窑人上岸,居住到边民的村庄中去, 而对于巴窑族来说,他们也愿意让自己孩子上岸生活,接受新式的教育,不要再过这种风吹浪打的生活, 于是渐渐的越来越多巴窑人族人开始岸上生活,他们也不愿意再返回那片祖祖辈辈辈生活过海面上了, 可能很久之后在海面上漂泊的巴窑人会越来越少, 这个一海为生的族群真的会渐渐随着时间褪移消失殆尽, 巴窑族的存在仿佛是我们认知中那个世外桃源,一群人生活在一片美丽的海域上, 他们不用为赚钱而忙碌,也不用为上班而奔波, 他们可以遨游在大海中享受着大自然赠予的美好, 在普通人眼中是那么惬意和自由的一件事, 但对于巴窑人来说,他们是因为某种原因才被迫要过这样的生活, 如果可以选择,他们也想做个现代文明人。 而不是像这种没有身份的野人般存在, 巴窑族的消逝也许是不可避免, 时代在进步,他们总需要被安排个落脚地方, 而不是终身漂泊在海面上, 可能从生物学家或者历史学家来说, 一个族群趋于童话就破坏他原有的族群特性, 从生理学上消失这样一个族群颇为惋惜, 但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, 他们也是人,是有着思想的人群, 他们祖先也是生活在陆地上的, 不过是为了更好生活, 他们才会进化的更适宜水面, 不过谁都希望自己日子能越过越好, 谁都希望自己孩子不要再走父辈的辛苦路, 所以他们愿意选择放弃大海, 宁愿不要这样的进化, 而是选择用双脚踩出自己未来的生活, 巴窑族人是天生的游泳划船健将, 但是他们本身和我们并无太大区别, 并没有进化成所谓的渔人, 只是脾藏为了适应长时间的潜水, 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已, 那么这种变化可以被当作人类在进化的证据吗? 他们继续在海上生活下去, 会不会有一天真的进化出鱼塞成为新人种呢? 谈及人类的进化之路。 至今都是一个十分有争议的话题, 被广泛认可的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, 人确实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, 但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, 许多书上画的进化图显示人类就是从猴子一步步走向直立人, 这就在无形当中误导了大家,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? 这是因为新物种产生于上一个物种某一只的偶然突变, 而不是说那个物种全部都突变进化成为了新物种。 换言之, 新物种和旧物种是可以并存的, 这就是为什么说使用既然人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, 那么为什么现在世界上还有猴子这种言论来反驳进化论, 我们实际上是很无力的, 就用和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黑猩猩来说, 若干年前我们可能真的是同一物种, 但是选择了进化大脑, 选择了直立行走, 最终在不断的进化之下, 我们变成了人, 而他们并没有做和我们一样的选择, 所以他们仍旧是猩猩, 因此, 进化的本质其实就是偶然的突变和必然的选择共同组成的。 首先来看, 偶然的突变是什么? 我们的基因是一串复杂难解的密码, 发生突变也是随即选择的, 一切变化都是偶然发生, 就物种当中几个个体发生了基因突变, 然后将这种突变通过繁殖延续下去, 渐渐会有更多个体身上都具备了这种偶然的变化, 但是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, 所以基因突变开始是个体的事情, 但是如果想要整个种族都拥有这种优势, 需要漫长的过程, 其次就是必然的选择, 这就是达尔文所说的物净天则, 适者生存。 物种为了能够适应环境不走向灭亡, 必然要使自己的身体发生些许变化, 所以八妖族人的脾葬变大, 实质上就是他们为了适应潜水生活的必然选择, 因此八妖族人的身体变化, 确实可以是做使人类进化的证据, 而且人类本来就是处在不断进化当中的, 从智齿的成长就能看出, 我们的基因实际上一直都在做自然选择, 但是新人类估计是没什么机会产生了, 一个独立人种的产生需要做出的进化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多了, 人类仅仅为了适应环境的而做出的选择, 并不足以支撑新人种会产生这种言论。 如果大家来说是否价格的缠续, 可能就是同时瓜银和白的人的那种价格, 但是价格我 Foaster上ули院。 唯一ác人的于是他が所定的价格,